什么话 白露从时装周回来后就直接官宣了新剧 这样高产量简直就是录剧圈里的楷模 而对于白露的古装扮相 相信完全无需小编的多加介绍 而且此次新剧白月范星更是大女主题材 白露也是第二次出演了 上一次还是在长夜记名里 白月范星是一档仙侠剧 根据《心灵原著》小说白树上神改编 讲述了将军府妖女白树为报恩而立志修仙 寻仙途中意外搭救妖族大神范月 二人不打不相识 从相互利用到互生爱意 双向奔赴的故事 白月范星的男女主角已确定了 是由白露和敖瑞鹏领衔主演 在主演官宣海报后 引发许多网友们的期待 白露是妥妥的大女主 海报中的一只白露元素占了核心位置 剧名拆解为女主而设计 宣布海报释出金玉子的配色融合 剧名放置在下端 中间位置描绘了一只垂下眼眸的鹿 通体白色 四肢纤细 周遭还环绕着飘起来的纱带 是还没化为人形的纤绿状态 同那些人物概念照不一样 白月范星从官宣之日 就没有模糊范围概念 白露的古装剧都挺出彩的 尤其是仙侠剧 招摇和长夜晋明都爆了 继长夜晋明之后 白露再次担任大女主 出演这部热门IP改编的影视作品 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了观众和粉丝的热烈讨论和期待 敖瑞鹏虽然出道才几年 但是他颜值高 演技很不错 事业也发展得好 在古装武侠剧少年歌型中 演雷无杰一角很出彩 大受欢迎 在小编看来他就是个显眼包 另外 在翻拍上做花轿嫁对狼 以更名为花轿喜事中 演的齐天磊一角也还不错 期待敖瑞鹏和白露的仙侠剧白月范星 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在这部剧中 白露将扮演一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角色 挑战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戏和情感戏份 虽说不是第一次演仙偶女主了 但白露仍是专心对待的 短短几天内 她完成了真人秀拍摄 带着闺蜜去看了演唱会 进组为独准备 这形成规划的 不愧是事业心强的女人 在进组前再说了播声不说 并装录透视频中她走路姿势轻盈 即使戴住口罩也能看出心情不错 作为时下最具人气的小花之一 白露这几年的发展 可谓是让人非常惊喜 凭借助自身出众的颜值 以及越发进步的演技 也是在各种类型的作品中 都有著非常出色的发挥 相关的抗剧能力 也是同期小花中的佼佼者 白露和敖瑞彭的组合 事实上就已经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 更何况当看清楚该剧的导演时 无疑让人更为期待这部作品 让不少网友直呼追定了 白热范馨的导演 将会是朱瑞彬 作为业界的知名的导演 有助非常高水准的指导水平 对于镜头语言的运用 以及赋予作品的品质感 都有助极高的水准 对于先偶更是非常的多经验 此前的恰似故人归信落宁成堂 以及绝对的爆款项蜜沉沉浸如雪等 都是他的代表作 他们能否跨越重重阻碍 实现心中的愿望 他们又将如何面对自己和对方的真实身份和命运 感谢观看 字幕请不吝点赞 orta转弱 Hispanic PuY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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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tack 都 другие吹点 操纹 因为